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有时我们真的充满了各种的疑问 无论是看到自己的人生 或是看见别人 或是翻开报纸 看到这社会上有很多的事件 这个时候,我们是否有想过 也许这些人生的各种的疑问 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呢? 天使夜未眠 欢迎你收听这个信仰QMA的单元 而今天邀请到史牧师来跟我们回答 这个问题呢就是 上帝能不能够造出他自己也举不动的石头呢? 就来听听史牧师的回答 这个问题实在很有意思 我可以回答你是会 或者说能 但是我的答案也是他不会 什么意思呢? 我们应该从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来思想 上帝能不能够创造任何东西? 能够 但是为什么上帝不会造出他自己举不动的石头呢? 因为上帝是万有的主宰 他的能力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照逻辑上来说 不会有一个石头 种到上帝他自己举不动 那其实我们这样想好了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赋予这个世界一个基本的自然率 也就是这个世界在运展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自然的 化学的物理的这些定律 所以所谓的举不动的石头 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是一位良善公义的上帝 他应该不会做出一些违反他属性的事情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上帝既然创造这个世界的万物 赋予这个宇宙万物一个运行的规律 难道这个规律就一直这样吗? 其实我们读圣经会发现 比如说耶稣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曾经平静过风和海 哇哦 那就是大自然听耶稣的 那耶稣曾经有一次把水变为酒 知道水跟酒有很大的差别 可见上帝他虽然定了一个自然率 但是当上帝要显明他的能力的时候 他可以超越自然率 所以我就想了个小故事 讲到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 有一次一位记者就问艾迪生先生说 哇艾迪生先生啊 您很伟大呢 你发明了这么多的东西 你到底怎么办到的 艾迪生实在是很谦卑 他是好基督徒哦 他说其实呢 我没有发明什么 我只是发现了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 上帝早就在他所创造的万物当中 放了很多奇妙的作为 艾迪生因着神的恩典 看见上帝创造背后的一些奇妙的事情 所以他其实很谦卑 对吗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上帝其实他的能力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所以上帝可以移山 上帝可以兴起风浪 上帝甚至可以用大能的绑壁 拯救许多的人脱离各样的痛苦患难 但是我想上帝他做任何事情 都有他自己的心意法则 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哦 上帝他的确有办法造出一个石头 那个石头让人家看到他举不动 但是上帝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并不是用这个来测试 上帝是不是万能的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好玩的问题就是 你想想看哦 有没有哪一个老师出考试题目乱出 出一题哦 连他自己不会回答的出给学生 那学生怎么回答 老师怎么打分数 所以这个好玩的故事告诉我们说 老师他出题目 应该是出在他能够明白跟懂的范围内 同样的道理 上帝其实不需要做出一些 满足我们人类好奇心 或满足我们人类对他怀疑 存在的一些作为 我们读圣经很清楚知道 上帝是创造这世界的 这世界的一切都是因着他的能力而运转 因此上帝他按着他的心意来照顾我们 像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谈一谈呢 我们觉得很轻松 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影响我们对上帝存在 并且相信上帝是万有的主宰的想法哦 非常的谢谢石牧师的回答 今天这个问题真是相当的有趣 上帝能不能够造出一个他自己也举不动的石头呢 其实以前我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我只是想 上帝真的是全能的吗 如果你是全能的那你可不可以造出一个 你自己举不动的巨大的石头呢 可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 那怎么可能又有他举不动的石头呢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会让你在一个死胡同的里面 转啊转啊转啊 可是我觉得今天石牧师呢 带我们重新的来认识上帝的全能 上帝的全能是超乎自然界的 超乎我们的想象 因此上帝按着他的本性 他怎么会去创造这样的一个 他举不动的石头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上帝的能力是超过自然率的 在圣经里面我们甚至看到说 主耶稣当他来到这世间传福音的时候 他还能够在海面上行走 并且可以去平静那个风浪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力量是超乎自然率的 而且呢是全能的 好我不知道透过石牧师的回答 有没有解答你心里面的疑问呢 如果你想要再跟我们继续聊 那希望你写信给我们 寄到电台播报的通信地址 或是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留言板 留言给天天 我们的牧师呢 很乐意来为你解答的哦 好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 祝福你平安喜乐 更深愿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话语 能够解决你心里面一切的难题 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 空中再会咯 拜拜 我相信你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我要在猎方中输无所 高居你数天的荣耀 你是万军之年的荣耀 你为我预备所有 你是万军之年的荣耀 人的荣耀 你为我预备所有 我以为我预备所有 福田地址 请 Faz cue 你为我预备樱 自己 你以为我预够